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 衡阳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 竟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座城市 而给衡阳带来如此盛誉的 是1944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场城市争夺战 我们把它叫做衡阳保卫战 就中国八年的抗战中有名的战役来讲 像松户会战 台庄大捷等等 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战役 而发生在抗战末期的衡阳保卫战 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也并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能再轻轻拂去历史的尘埃 回看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我们就会更加惊奇地发现 衡阳保卫战竟然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中 作战时间最长 双方伤亡士兵最多 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 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 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 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果军的战力 被日方称为是 终日八年作战之中 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工程之战 这是一座抗疫战争中 政府唯一命名的抗战名城 你想说这不是学着的 这是一座在当时成为 全世界注视中心的英雄城市 军事比较的对比方 好像是守得比较的 这是一场中国八年抗战史中 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 这是一场被称为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 城市争夺战 最后是全部仗力牺牲 他就是衡养保卫战 他历史47天 影响整个抗战战局 使日本军队付出了 最为惨重的代价 最为惨重的代价 积极本土遭受猛烈之空袭 趁中国重兵部属于应免战场 东战场兵力薄弱之际 决定倾其全力做孤注一掷 发动所谓英号作战大共识 1944年 二次世界大战已是进入后期 欧洲战场 盟军由防守转为进攻 随着日军在台平洋战区的节节败退 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 如果海上交通线被美军切断 那么在东南亚作战的日军母60万人 会陷入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为了流转几种不利的局面 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 山山元上将上奏日本天皇 提出了代号 一号作战的摄像 1944年 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 发动了所谓的一号作战 那么为什么要打通这个大陆交通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这个1942年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反攻 那么发动反攻以后呢 美军不断地取得胜利 那么就威胁到了日军 在太平洋上的交通线 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分为三步 第一步 1944年4月 以华北方面军投入四个使团 发动荷兰作战 预计一个半月打通平汉线 第二步 1944年6月 以华中的第十一军为主力 发动湖南作战 预计五个月打通越汉铁路中断 第三步 1945年1月 以华南第23军 发动广西会战 预计一至两个月 打通香桂县和越汉县南端 为了保持日本本土 以及日本在我们中国的聚军 与南洋 与日本在南洋聚军的联系 那么这个日军 他就发动这样一场 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 日军将进行自明治维新以来 最大的陆军动员行动 据日本战士记载 一号作战计划 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51万人 火炮1500门 坦克800辆 汽车15500辆 日军还将整个中国战场的 航空兵改组 并首次在中国战场上 使用了装甲师团 另外还专门从日本国内 调集了道路桥梁的专业工程人员 和其他战略物资来划 为了实施这个一号作战 可以说日军是孤注一次 投入他最后的一些力量 不仅把关东军 调了一个师团过来 而且还把本来中国大陆 转用于南太平洋的部队 也都留了下来 用于一号作战 另外还对作战的物资 弹药 粮食的补给 储备都进行了 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 历来日本是比较轻视后勤的 但是在一号作战中 日本对后勤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从粮食 背服 一直到鞋袜 都有了非常具体详细的落实 如果一号作战计划得以实施 那么只要战役开始 中国的半壁江山 述北向南将战活粘绵 使得日军可将中国国土 一分为二 日军只要打通平汉和越汉铁路 并接通香跪铁路 到越南的交通 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运输线 将获得贯通 同时 中美空军在华中 华南的航空基地 也将被日军摧毁 可以阻断美国空军 从中国大陆空袭 日本本土的战略 1944年的中国 面临自抗战以来最危险的局势 成为抗战季节最艰难的一年 当时整个一号作战 日军计划投入50万人 那这样一个规模 也是在中国八年抗战历史上 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到1月24号 日本天皇通过了 一号作战的作战计划 由此一号作战开始正式 进入了实施阶段 到3月12号 正式下达了一号作战的执行计划 那么这场战役它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鱼总会战 那么鱼总会战 那它的目的就是要打通平寒线的难段 打通平寒线的难段 这是第一个部分 1944年4月 日军从东北 华北抽调五个师团 五个旅团 约15万兵力 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港村林司指挥 分三路向狱中进攻 打通平汉铁路难段 而在河南地区的中国军队 隶属于第一转区 司令官蒋顶文 副司令官汤恩伯 汤蒋二人又号称中原王 他们指挥八个集团军 一个兵团 共17个军 约40万人 在黄河南岸抗击日军 河南会战 便燃了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火 指数人 划算的 兵了 休典 人 本星 宣传 1 1 00 2 3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战事一起 双方的表现却是天壤之别 从4月18日至5月25日洛阳陷落 短短的37天里 中国军队丧失失地一路溃腿 丢失城池38座 国军战事资料统计 在河南的狱中会战中 第一战区伤亡19000余人 日军伤亡4000余人 鉴于狱中会战的惨重势力 第一战区的两位中远王 蒋顶文和汤伯均被撤职 河南作战的势力 使得当时的重庆政府 遭到严重打击 引起盟军的极大不安 已让蒋介石 在正军两方面备受攻击 在盟军四处捷报频传的大环境下 没有中国战区一败涂地 而1944年这个时候 整个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军 都是在节节胜利 6月6号是诺马底登陆 开辟第二战场 7月份苏联战场上 发起了白俄罗斯战役 是他们所谓十大打击中 最大规模的 在全线都是在节节胜利的时候 只有中国战场出现了 如此大的溃败 使同盟国意识到 中国还有没有力量 继续能够和日军作战 所以这个影响 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的 在同盟国之间的威望和信心 打通平汉铁路 只是打通大陆交通线的 北翼部分 一号作战主要的部分 是第二阶段在湖南的作战 负责这一地区作战的日军 是其第十一军 为日军野战军主地 属于进攻作战兵团 其第三 第十三 第116使团 速成日军精锐野战使团 而且第68使团 受过城市攻防战训练 专门用于对付长沙 衡阳等城市而来 日军在湖南方面 投入的是第十一军 是他们在中国大陆 唯一的一个野战攻击军 而且特地给这个军 加强了兵力 使之达到八个使团的规模 要知道在一个战场上 同时投入八个使团 在中国抗战的八年历史上 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长恒会战 那么长恒会战的目的 就是要打腾这个越汉线 和打腾这个越汉线 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 1944年5月25日 日本中国派选军总司令 田军六大将飞递武汉 将战斗指挥所 由南京推进到汉口 以便就近指挥 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战场 在此之前 担任主攻的日军第十一军主力 已经悄悄集结在长江沿岸 接着他宣布 战场总指挥 由恒山勇担任 沿岸这个人 他是比较心狠的 采用这个数据数据 大兵本作战的方法 就是他能定义着一切的力量 空军 炮兵 包括毒气 包括干死罪 他一切的力量他都运上来 恒山勇 1889年出生在日本东北的福岛县 1939年8月 晋升为陆军中将 恒山勇为人讲华胜算 为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他可以不择手段 且手法凶狠 为了顺利地完成一号作战计划 湖南阶段的作战 恒山勇根据此前 与中国军队交手的经验与心得 以及长沙前三次会战的实力 选择了牛刀杀鸡 身子搏脱的战术 他还派起间谍 打入中国军队内部 收买罕见 日本的准备 可以这种 他这个打横延的话 包括打中国所有的城市 他在1938年 他就做了准备了 引起了横延的地图 强细的地图 比我们国家1947年 引的地图还要强细 每一个街道 每一个小县都引上去了 湖南回战 恒山勇计划指挥 日军十个师团 约二十一万人 兵分三路 向湖南发起进攻 其部署是 中路 第34 第58 第68 第166师团 由岳阳东南 沿岳寒路 做主要攻击 东路 以第三 第13师团 自重阳附近 西路 以第40师团 及第17旅 自华融实施 辅助进攻 另有第37 第64 第27师团 位于林乡 和其一带 担任增援 中国方面 指挥湖南会战的 是第九战区 司令长官 薛岳 薛岳在八年抗战中 也是中国军队 赫赫有名的将领 他开创的 天炉战法 演绎出三次 长沙大姐的辉煌战绩 这一次 薛岳指挥16个军 54个市 共40亿万人 测定一部兵力 利用计设阵地 节节阻击一军 沉至其前进 主力集结于后方 又敌于有力地区 实施包围攻击 粉碎日军企图 在湖南会战中间 长沙 衡阳两地 衡阳的作用 又要远远大于长沙 也就是说 衡阳是整个一号作战的 重点中的重点 但薛岳并不这么认为 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认为 长沙的守备工作 会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日军设想 夺取长沙的企图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薛岳判断 此次日军的进攻重点 应就是长沙城 他原来以为 他这个什么天路战的时候 可以打败日本的 任何一次进攻 在长沙前面 三次会战的时候 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44年5月27日佛校 日军正式向湖南发动了攻击 在横山勇的指挥下 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 长驱直下 6月8日 抵达了长沙近郊 他借一部分兵力 由北攻打长沙 主力部队绕过长沙 继续向南推进 6月13日 中路日军第二线兵团 攻抵长沙 向长沙发起猛攻 此时的中国军队乱了阵脚 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是后来第四次飞战 打得很长 三天不到就 全程就亏退了 长沙沦险比预计力要快 守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 战略失当 指挥不离 忽视长沙成交 越路山的防御 错误地将主力置于长沙城堆 结果日军迅速夺取越路山 居高领下以炮火轰击长沙 致使长沙很快沦陷 由于第九战区麻痹轻敌 不差敌情变化套用天奴战法 分兵把守被各个击破 加上敌强侮弱 特别是各部缺乏协作精神 造成5.6万人上罢 6月18日 长沙失守 长沙迅速实现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之外 也使得衡阳 立刻受到威胁 日军进兵损速 以最精锐的四个师团 暴朝衡阳东侧的 湘干边界 期望一举渐变 第九战区的剩余主力 另外一两个师团 扫荡西侧 将广东方面的军队 阻隔于湘西山地 再一两个师团主攻衡阳 衡山勇乐观地估计 衡阳指日可待 从这个军事底下的 对比方面 衡阳是守不了几天的 最多只能守一到三天 所以日军他也是准备 在一到三天之内 要攻下衡阳 长沙第四次会战的结果 完全符合衡山勇 战前的估计 于是他命令 原本为长沙会战 所准备的 两个野战士团后备队 突然转向衡阳 设想只用这三四万人的兵力 拿下衡阳长 一举结束湖南阶段的作战 而中国军队方面 在应对衡山有新战法方面 吃了亏 整个战区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势头 难以控制 此时的长沙周围 到处是亏退的中国军队 在这种状况下 作为交通收纽的衡阳 已是危在旦夕 它就是抢时间 一个就是抢在你这个 衡阳的公司还没收好 军事还没有文费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进攻衡阳 至少用户的肯定 地下 小沙周围 这时的恒山友 想的就是打中国军队 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首先迅速攻占 衡阳周围的几个中国军队阵地 解决侧翼危险后 分东西两翼 包抄到衡阳桥外 从此攻打衡阳的日军 属于青庄前进 由此可以看出 恒山友对于急速拿下衡阳 已是信心满满 而此时 首被衡阳成的 是中国第九战区的第十军 军长方先爵 我爸爸个子很高的 他就是北方汉子这种身材 他大概有大概1845左右吧 那他很挺拔的 很挺拔 然后他脸上有一个 在嘴角这边有个弹孔 这个大概是在这个 就是1931年的古北口啊 32年那个长城战役的时候 他那时候好像这时候营长吧 他就也是身先士卒的 所以在那边受伤的 方先爵 1903年出生于 安徽省宿县的一个乡身家庭 1926年 毕业于黄浦军校第三期步兵课 方先爵在黄浦军校毕业后 参加过北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方先爵被调任新组舰的 预备第十师任团长 副师长 师长等职 1941年 方先爵封命率部来到湖南 经过几次与日军交战后 方先爵作战勇猛顽强的特点 逐渐显露出来 同时也得到蒋介石的几次嘉奖 在部队的作训过程中 他要求官兵 要在任何坚固惊险的环境下 猛扎猛打 坚定起 我不怕敌 敌必怕我 能坚持就是胜利的信念 这一信念 以后成为了御石师 乃至第十军的作战理念 第十军有一个称号 叫做太三军 就是像太三一样 屹立不倒的这个含义 那么这个太三军的称号 也是在这个第三次长沙会上 一个获得的 这个代号可以看出 第十军是比较擅长守备的 所以稳如泰山嘛 受到方先爵与横山勇的交手 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早在一年前 也就是1943年 常德保卫战时 横山勇就第一次领教过 第十军的战斗力 当时的第十军 受运增援常德 该部心业坚长 不计代价穿插前进 连续撕破横山勇布下的防线 成功占领军事要地 接应兄弟部队突出重备 此战不仅第十军 功勋卓著 威震四方 一任横山勇 对方献决心机不已 第三次长沙费战以后 第十军又参加这个长德会战 或者叫长德保卫战 那么当时他的这个任务 主要是捡长德之危 主要是捡长德之危 那么在这次费战中 第十军这个伤亡比较大 伤亡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长德会战结束以后不久 第十军就被调到这个 横阳附近的横山 进行整补 修整补充 那么到这个横阳保卫战爆发的时候 那么这个第十军在这个横山一带 在横山一带 一根是修整补充了四个月 四个月 那么原来的计划是要 修整补充十个月 但是它只 但是它只修整补充四个月 那么到横阳保卫战爆发的时候 这个第十军 可以说是一只残缺之士 但方献决却并没有对横山勇 调以清醒 在横阳攻防战之前 方献决在第十军的军事会议上 向全体与为官兵表态 要坚守横阳 为第十军再次争光 为了显示与横阳共存亡的决心 方献决进入横阳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疏散全城老百姓 我得去横阳斜展 说他老百姓 我们希望离开三地三十八地 就是战争范围内三十八地 就不管你多么多发 老百姓大军 在战争你可见多发 看见外套难嘛 难民嘛 大路小路都有 吃着火车怕满满的 商家都满满的 没有车辆 车辆没办法害少 今天老百姓要收杀 喊三天收杀 收杀是免费收杀 有方献决 与相规提论 约翰提论 接受 派查摩克他们接受 三天收杀 方献决在下达输散命令的同时 给全城百姓下了保证 时军关闭 不会进入百姓的家里 如果百姓撤离时 给防务上的所有损坏 时军赔偿百姓的一切损失 但是 防务在战斗中被炸毁的话 时军不承担责任 三十万衡阳百姓 近三天时间 就全部收散完毕 这次衡阳大撤离 使得衡阳的老百姓 在这次毁城之战中 没有大的人员伤亡 我们知道有个重庆大洪炸 对不对 它对重庆的大洪炸 是重庆曾经遭到很大的损失 实际上一定对这个横延的洪炸 是最厉害的 可以说在战斗史上绝无尽有的 战前 这个作战的中间 横延的城全部废掉了 这是横延旧早就估计到的 那么这个老百姓不扯退的话 绝目会死在这里 也就是横延旧找着好的绝目 老百姓去找 我就死绣在这里 与此同时 方先爵对衡阳的战军步伐 也在进罗密谷的进行 1944年 那个炎热的夏季 在湖南衡阳 一场震惊事件 中国八年抗战史上 日军伤亡最为惨重 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已经一触即发 日军为什么会如此着急地 想要拿下衡阳呢 要知道在作战的时候 当时衡阳是粤汉铁路 和香跪铁路交汇的枢纽 加上水运交通也是四通八达 原本就是商谷云集之地 工商业相当发达 而中日开战之后 上海汉口等大商部 很多工厂又陆续内签衡阳设厂 江浙财团 富商多来开店办公司 衡阳一时可谓是富甲殿下 也成为了仅次于重庆昆明的 中国第三个国统区的大城市 而衡阳的战略位置重要性呢 毛泽东当时也有过 这样的一番描述 他说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 它是粤汉相跪两条铁路的连接点 它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 它的尸首就意味着 东南和西南的隔断 和西南大后方 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 而衡阳的飞机场 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 中间联络站 它的尸首就是辛苦经营的 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 因此日军为了实现 一号作战计划 对于衡阳 它们是志在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